各位晚安的江湖认识到来 我是小徐来 咱们今天聊聊全世界最大的事儿啊 就是不恰 不恰呢是今天全世界这个 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讨论的新闻啊 所以咱们也换个脑筋啊 不能每天都是啊 国内这个新增多少多少病例啊 这个多少多少人 这个老百姓啊又没拿到蔬菜啊 多少多少这个有人好像生活保障 物资不够啊 这些事情的话留到明天再说吧 今天咱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全世界都在说 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恰 不恰呢是在这个乌克兰 靠近它首都基辅啊 差不多30公里左右范围的一个 这个卫星城市啊 它属于这个大基辅地区的 这个基辅的这个政府的管辖区域 大家这个众所周知啊 目前的话呢 因为整个的这场战争啊 它有一个明面 有一个暗面啊 明面呢当然是这个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 两个人在打 然后的话呢 双方一边打一边在谈 真实的这个暗面的话呢 其实是普京啊 这个终于和整个的欧盟翻了脸 整个的和一帮这个欧洲的一帮这个领导人啊 一个个的都是怎么讲 要重新开始清算一下 所以他这次的话呢 整个把自己所有的身家一把押上去 成功的话呢 他以后啊 离最理想的状态啊 回复到以前的这个苏联时代的七八成的功力啊 也许更多 但是如果不成功的话 那是那说句实话 以后就没有普京了 江湖上啊 甚至以后江湖上啊 有没有俄罗斯都不知道啊 这个这个事关不单是俄罗斯的事情 也事关啊 中国的这个自身力啊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战局啊 显得格外关注 更不要说这里面的话呢 还有很多啊 对于这个台湾解放战争的参考意义啊 所以我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 准备就把这些点放在一块说了啊 好久呢 没有说这个普京大帝啊 但是其实他的这个战局呢 我是一直在看啊 说句实话 今天这个新闻一出来以后的话呢 我觉得啊 普京啊 整个走到现在的话 算是一个反面教材 当然也不是他这个自己 想要啊 把这个局面变成今天这样 完全是因为他的这个家底 就只有这些啊 这个新闻的话呢 我先大概和大家说一下 部恰呢 是离这个基辅差不多就刚才说了啊 30公里左右范围的一个卫星城市 之前的话呢 这个俄军啊 是花了一定的这个代价 把这城市就拿下了 拿下以后的话呢 但是当俄军撤退以后啊 大家发现了一幕幕的这种惨状 首先呢 整个城市的面貌可以说是 呃 有很大的一片区域 犹如废墟一般 整个的街道的话呢 是几乎是被禁毁啊 很多的一些这个地区吧 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个在城中啊 有这个 280多个 当然也有说这个300多个啊 这个一具具的尸体 明显呢 是有这种好像是这个违反啊 这个国际的这个日内瓦公约第四条 就是交战时期的话呢 你不得向平民进行这种屠杀的行为 如果你是无端啊 向平民去屠杀的话 这个是重罪 且不说给你安不安上这种这个genocide 种族灭绝的这种帽子啊 光是屠杀平民本身这条的话 那以后俄罗斯说这实话 他的这个后遗症啊 将会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消息出的话呢 很多事情就发生一些连锁反应 首先的话呢 咱们还是先来说一说 因为本身这个事件啊 出现了一个罗生门 乌克兰说呢 是俄罗斯撤退的时候啊 进行了这个屠城 打引号的 因为如果你是真的那种屠城的话 你像古代那种的话 比如说 这个你像那个当时吧 这个明朝的时候 对吧 这个这个晚明时期啊 时刻发首的那个扬州 就是因为做了顽强的抵抗 所以最后的话呢 这个清兵 这个攻进来以后啊 进行了这个异常惨烈的这个屠杀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吧 这个具体我就不说了 但基本上呢 就是出于啊 对这种这个这个工程期间的这种 惨烈的这种努力啊 他表示一种愤怒 表示一种发泄 看着自己战友 对吧 一个个的在这个战争中去世 当这个城被攻破的时候啊 他就需要这种惨无人道的这种这个屠杀啊 来这个来宣泄自己的这种心情 悲痛或者是这种这个愤怒 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啊 比如说你说这个以前这个咱们这个都知道啊 这个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这个名字呢 中国人都知道 然后中亚人也知道 然后欧洲人也知道啊 中亚人一直知道成吉思汗为什么呢 就是他早早的啊 在这个1221年吗 我记得 反正是13世纪的时候啊 就已经是这个西征 西征中亚的时候的话呢 当时就把这个阿富汗啊 整个的杀的是几乎是这个国家都快灭了 他的这个第一大第二大的城市啊 都被这个成吉思汗吐了都不止一遍 整个屠杀的那个时间啊 他要吐一个城的话 就起码是要两周以上 一遍涂完再涂一遍 据说啊当时把他这个第二大城市啊 涂的就是几乎就只剩下这个几十个人啊 在1221年那次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啊 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啊 这个我看过一些报道 最主要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出于打扫战场目的吧 因为你想啊 我要到一个地方 我首先我要补给嘛 对吧 我工程 我的消耗很大 我首先是要补给嘛 补给完了以后的话 那我首先我要保证 你的这个战力 不会有一天啊 再被这个友军所利用啊 被这个敌军所利用 反过来再加击我 那我就把你的所有的那些年轻人都杀掉嘛 只留下一些这个妇女或者小孩啊 那么再有一些过分的话呢 就是几乎连妇女和小孩老人都不放货 他要的是什么呢 要的其实就是一个 要树立一个这个极其恐怖的这种这个魔鬼 甚至是像魔鬼的这种军队一样的形象 要树立一个这个军队的一个威望 古代都是冷冰器嘛 对吧 你没有那种这个长武器 最多也就是一个火炮 翻过去 一个一个这个一个火球扔出去 也就是大概一千多米吧 最多也就两千米 所以主要就是靠冷冰器的交战 那么最理想的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孙子兵法有云叫十则为之五则攻之 对吧 十倍的兵力的话呢 你可以轻轻松松的啊 这个把它围起来 五倍的兵力的话呢 你可以去攻他的啊 但是现实情况里面的话呢 往往双方的这个兵力是没有差的那么悬殊的 所以最理想的一种状况叫什么啊 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通过我一次屠城 我让你知道啊 我的这个军队魔鬼的这个形象 以后的话呢 所到之处啊 你就自动投降 这个对他对他来说是最理想的 当时这个成吉思汗 他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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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征阿富汗的时候 西征中亚的时候啊 非常可怕 带出去大概五六万的人吧 一二二一年的一次 每个人据说后来就杀了这个二十四个人啊 所以你想一想 这个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可以说这个这个作风是非常的彪悍啊 咱们先不说这个图成 咱们来聊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发生在这个不恰的事情啊 现代的战争呢 已经不像啊 以前那种可以肆意的去滥杀平民 自从有了这个日内瓦公约以后啊 其中这个第四条啊 第四的这个公约就写的很清楚啊 就是不可以在战争期间 你无辜的去滥杀平民 对方是穿的军装的军人 军人之间的话 你可以以这个消灭对方的生命 作为手段啊 作为这个目的 你去打扫战场 你去完成符合你自己国家利益的事情 但是只限于军队和军队之间 当然这个是比较里长的状况嘛 对吧 从一个道德主义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角度 你去对一个国家的军 军队的这个力量 你去对他做出一个约束啊 但是现实情况的话 从来就不是的 你像01年的这个 01年的这个伊拉克啊 对吧 01年的阿富汗呢 01年的伊拉克说错了 03年的阿富汗呢 这种战场的这个打起来的话 说句实话 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互联网远不像现在啊 这个传的那么铺天盖地的 不然的话 美国人当时那个嘴脸远比现在要丑 我不知道多少倍啊 就算是没有像现在传的那么快的这个信息啊 大家其实对他当时那种这个美国人的做法 完全是可以去找到很多资料的啊 予以佐证 我就不说了 关于目前这场发生在不洽的这个你也可以把它算是算做一场这个小规模的图成啊 就这个图成的话呢 其实 他本身是怎么讲呢 是有很多的这个疑点的 尽管我们从这个大量的英文媒体我估计啊 可能除了一两个国家啊 比如说像这个像这个印度啊 或者说像是不是你像一些越南啊 中国有一些这个非常非常有限的一些英文媒体 可能会站在一个中间的角度去说啊 大量的绝大多数吧 我就说说95%以上吧 英文媒体绝对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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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啊 全都扔给普京啊 我呢 这个人平时啊 这个有时候啊 也喜欢看一些这种这个什么呃 就是侦探类的一种这个联系剧啊 或者是一些电影 每次看这样的电影的时候的话呢 总是很不幸啊 因为 也不是说我要炫耀或怎么样 基本上呢 我这片子啊 看的大概也就是三分之一左右 有时候的话呢 看到也就二分之一左右 基本上后面的那个那个剧情啊 我都能够猜出来 有时候的话呢 就是甚至是这个凶手作案的手法 我都可以给他说出来啊 基本上十说九重啊 所以说呢 就是每次到了这种时候 大家首先要冷静啊 不要去考虑谁有没有这个能力 谁有没有这种这个 好像啊 这个操作起来的这种可能性啊 最主要最主要就一个问题 就和所有的那些这个侦探类啊 你去看哪一个人是凶手 所有那些这个电影或电视连续剧 都是一样的 这个同一个问题 就是动机是什么 明显你看目前这场东西 对吧 俄罗斯说是乌克兰自己做的这个作秀 泽连斯基的话呢 当然就是说的是俄罗斯的这个 对于乌克兰进行的平民屠杀 很明显 如果是乌克兰 他自己做的话 你想啊 明显是更符合他的利益嘛 对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的话呢 在这个在这个爱尔端的这个调停之下 他的这个斡旋之下 双方是进行了这个最新一轮的这个和平会谈 而且言之凿凿的说吧 好像是有这个希望啊 要能够进入一个这个中立的一个模式啊 以后的话呢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一定的时间来解决这个乌冬地区的一些这个领土的一些争议啊 两个州变国嘛 大顿大那个顿巴斯地区啊 但是你看这个事情一出的话呢 那你之前所有的东西就凉了 就不存在了吗 当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这个一出现了以后啊 别的不说吧 这个断然是会发生几个很明显的连锁反应 第一个啊 首先乌克兰一定会以这个作为最直接的一个理由 像这个欧盟也好 北约也好 美国爸爸也好 要到更多的这个援助 这个是一定的 对吧 而且呢 以前只能要一些这个小武器 单兵作战啊 不是那种这个具有那种防空的那种这个战略性的啊 以后的话呢 是不是有可能啊 能够有一些这种这个空中的防御力量 这个我们就在看了啊 但是一定会得到新一批的援助 而且据说吧 就是他以前的那些 之前拜登承诺的要给他这个八亿美金的这个最新一批的这个毒刺飞弹 这个刺针飞弹 就那批东西的话呢 说是就在这周之内啊 会这个很快啊 秘密的就运到这乌克兰境内啊 看起来这个怎么讲呢 就只要美国人不点头啊 你这个仗啊 就是一定要打下去啊 你要知道对于俄罗斯来讲 因为他目前处在这个要和表面上啊 要和这乌克兰进行会谈啊 但是不管你真的假的 他目前其实这个状况啊 离会谈是十万八千里 大家都都明白对吧 因为你要你要最后要进行一个这个和平谈判 就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双方打的都已经是弹尽粮绝 都不能再打下去了 那这个可以谈 第二种情况就是 一方明显是占了优势了 另外一方打不打 最后反正都是已经要缴械的状态 那这个也可以谈 但是目前的话显然不是啊 普京已经说了 他说这个叫惩罚性的战争 不是侵略性的战争 但是我今天想说一个这个 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 我是觉得普京这个讲法是叫什么 叫拖大了 没有惩罚性战争 有没有啊 有 但是只有一个人可以说 为什么呢 只有江湖老大 他可以说是惩罚性战争 只要你不是江湖老大 你说这个话就等于是在自愁耳光 因为没有人承认你啊 你就算真的是惩罚性战争 没有用啊 你像你像那个乌克兰对吧 百分之九十九吧 我就这么说吧 因为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的话 明显俄罗斯如果是他要做这个动作的话 对他没有没有任何的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呢 他本身有这个实力 他如果早要动手的话早就动手了 何必围着那个基辅对吧 围着你的那个哈尔科夫 半天不打呢 你看普京到现在真正往死里打的就一个地方 就马里乌婆 就是马里乌波尔 就是亚素营啊 这个地方他是真的是往死里打 因为他本身这次就是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对吧 解决这个大量的一些乌冬地区的一些 对于说俄语的一些一些这个犹太人 尤其是一些后裔 遭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惨绝人寰的一些对待 我看过一些这个图片啊 我是看不下去啊 还有视频啊 我更看不下去 就是惨绝人寰 纳粹怎么玩人 就是那帮那个亚素营他就怎么玩人 乌克兰这国家说句实话 你如果真的仔细的去这个就是去研究他 你会发现有很多问题啊 你看那个生化武器的这个实验室的基地 也在哪儿 对吧 这个 全都不就是切尔诺贝利也在哪儿 然后那个以前的话就说那个 说那个就是希特勒啊 他不是有一个这个地下室吗 对吧 地下的一个秘密基地啊 什么的 当时就是说这如何如何要指挥千军万马 那个地方据说也是也是在这个乌克兰 所以他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生不可测的一个这个国家 你别看他好像就是也不算大 也人口的话呢也就才几千万 但是其实这个国家里面啊还真的藏了很多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啊 普京要自己动手的话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普京现在要做的就是光明正大 但是问题是我早就说了啊 什么叫霸权 就是今天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啊 你在那儿生死历劫的解释 一二三四五 没有任何意义 今天是你做的也罢 今天不是你做的也罢 这个事情到现在 就是你要承担这个结果了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刚才说了第一条就是乌克兰一定会要到更多的援助 然后这个战争一定会旷日持久再拖 军火商继续笑不动 对吧 第二个结果就是欧洲那些国家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被逼着 马上要进行表态了 就这个表态的话呢 将是宣布对俄罗斯进行更严厉的制裁 没有欧洲的国家想这样做 比如说有些国家就说了啊 这个是不是将来这个这个考虑啊 采购某些能源的时候啊 用用这个卢布来进行采购啊 因为普京不最近就已经开始采取这样的手段了吗 当然我今天看到像意大利啊 像这个德国啊 还没松口吗 还是挺着啊 还是挺着 但是我估计也挺不了多久啊 像法国的话呢 这个马克龙其实也是表了一个姿态啊 但其实也没有说什么太多的吧 他他目前的话呢 说句实话 这个也不能松进啊 因为国内的这个反对党勒庞啊 其实对他也是穷追猛打 而且领先的这个领先的这个这个百分比也不多了 我看了一下好像好像才五个点啊 原来的话呢 其实多的时候八个点九个点 现在的话呢 被追到五个点啊 所以说马克龙这个时候啊 不能松口啊 必须也要跟着就是一块骂 把这普京啊 也要骂个勾血淋头啊 就是为了选票 你将会看到这个欧洲几个主要的国家 将会更加的这个生死力解的 要表示对俄罗斯啊 要采取如何如何制裁啊 至于是不是会有动作 这个不一定啊 但是你一定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 可以肯定的是啊 这个双方的这个战争啊 可以说是和平无望 你之前谈的所有的东西啊 叫做灰飞烟灭 这个东西啊 你要知道和这个怎么讲 就有一个困局啊 和这个中国投资协定有点像 表面上看的话呢 就是这个仗义打 中国也是有一些这个 泛起的这种这个连带的 可能会收到一波小小的一波红利吧 美国吃肉可能说中国连带喝点汤 因为这个热钱嘛 总是会流向最安全的这个地方 不一定是美国 那么有些资金的话呢 就是因为受到这这次 美国这个瞎制裁 制裁这个私人的富豪啊 它刺激大了 所以有些资本的话呢 会流到中国来 但是问题是你看 从大面上去看啊 其实中国还是损失还是有的 就比如说你说 中国投资协定就割下了 对吧 你现在只要这个战争拖的越久 北溪二号开的越慢 那不管说你有些欧洲国家 你有能力没能力 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啊 来建这个港口 来存放那个夜化天然气啊 因为夜化天然气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说 你要一个巨大的舶船 你要把它拉过来啊 然后你要有这个港口 你要有那个大的铁罐子 你要能够储蓄它 这个不是每个有的 因为有些国家就没有 比如说德国 德国的话远远不具备这个能力啊 而且它对这个天然气的需求 还特别大 这个价钱和他用的那个管道的 天然气的价钱要差四到五倍啊 而且这个这个价格一定会再涨上去啊 一定会再涨上去 所以你从这个动作里面 你就看得到 其实原来咱们这个一直说啊 好像对中国也是会像默克尔一样的 这种思路的啊 这个萧茨啊 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其实应该啊 说句不好听的啊 应该是一个美国的傀儡啊 我的感觉吧 应该是一个美国的傀儡 普京其实这次啊 这个他之所以会动手 我估计和这个德国萧茨的这个翻脸 有很大关系啊 原来普京跟萧茨 谈得好好的对吧 北西二号最后的领了领了的话呢 终于被这个怎么讲 被这CIA渗透到这个满是窟窿的绿党啊 总是这个叫着各种各样的一些 这个反制的一些这个 这个口号出来啊 最后这个没想到萧茨啊 其实跟默克尔真是差太远了啊 咱们先不说德国吧 咱们这个来聊聊这个普京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个困境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普京今天的这场俄乌之战啊最大的对于中国来说的这种借鉴的意义啊就是如何让我们在打自己的这个解放台湾对吧 为完成中华民族这个统一完全统一的这个伟大复兴啊 能够这个不要产生今天普京遇到的一切的这种这个阻碍和波兰最好呢能够是顺顺利利的啊就能够把这个仗打下来啊 所以呢从今天普京遭遇到的一些困境啊最明显的地方呢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媒体啊几乎就像哑巴一样 其实不是他像哑巴而是啊没想到准备的这么不足 但是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就告诉你啊其实就是用钱砸出来的 我就跟你说一个一个这个数据吧别的我就不说了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美国有公司啊叫lados你从来没听过lados 这公司的话呢就在上个月啊这个春风得意他拿到了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个大单啊这个大单是多少钱呢115亿美金 你没听错115亿啊小数点不会错的啊相信我这个大单是什么呢 就是名义上啊就是讯息整理啊讯息的这个推广讯息运作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啊认知作战 lados这公司的话呢其实你仔细去看啊这个16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最大的冰火商叫洛马啊不用我说了洛马把他自己的这个information department 信息部啊独立出去以后成了一个公司啊就是这个lados 其实他和这个一定是和军火商是一块的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啊 别的公司他他也也有单子啊但是光是配合他整个的这个卖军火也好配合他整个美国美国整体的这个国家利益也好 常年要控制舆论啊光是给这一个公司就115亿美金你就看看美国美国人在这上面砸了多少钱 所以说你要想在媒体上不怕这个各路消息满天飞有真有假有真有假我就告诉你这个叫最好的状态 因为你不可能只有你的消息嘛对吧一定是有真有假有真有假就叫做perfect最好的状态 就证明说啊每一个人可以自己去鉴别这个消息了 但是现在呢其实你看到的是啊尤其是英语媒体 俄罗斯的消息几乎是我不说零吧几乎1%吧大概很少 绝对绝对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比例啊除了这种印度媒体的这种英文媒体以外啊 全是把罗罗斯妖魔化的 哪怕像加拿大这种这个对吧一直号称中立 号称这个比较这个不喜欢啊参与一些这个国际上的一些这个战争的事情 一个个的早就都翻脸了啊 早就一个个的都是早早的就把自己的这个立场啊很鲜明的就亮了出来 就全是这个这个就就等于是无言里面的嘛 就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明白啊 所以说你要在这个信息的这个认知作战里面啊 你要能够拔得一席之地吧你不说拔得头筹啊 其实最终还是要砸钱 我一直说包括这个1450啊什么的其实你就是要砸钱 你光靠民间的极杆枪散兵游泳对吧 你再加一个外交部啊什么的 你老是用老式的这个思维去管理目前的这个新的网络的这个生态的话肯定不行的 人家砸了钱你没砸钱你就是落下风就这么简单 你只要也砸钱我就告诉你一定是有愿意给你推磨的鬼 而且大量的那些鬼今天今天骂着中国明天就可以骂美国一样的道理就那么简单 你信不信只要你愿意砸钱的话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啊 油管的很多以前是恨国党啊马上就变成爱国了你信不信 当然不用去不用去就是在那些人身上花钱啊不值得啊不值得 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到的就是说啊 咱们除了要准备好这个舆论战以外啊最主要的是俄罗斯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个困局 因为俄罗斯的实力使然 你像那个我看到有居民啊是在视频里面说俄罗斯的军队啊有到过他们家里 然后在冰箱里面拿了东西就走了 没有好像发生一些其他的这个杀害的事情 走的时候的话呢还跟他这个说对不起啊 说明两点 第一点的俄罗斯军队的这个纪律啊确实是不是那么的这个好啊 第二点他的这个补给也是有问题 如果说俄军的补给一直是很充足的话 他不会这样的 本身俄罗斯的军队他这些作风对吧 不像咱们这个红军对吧 当时这个明令的这个要求军纪严明 不能够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啊怎么怎么怎么 一定要做到啊 俄罗斯的显然就没有这个讲法啊 到了这个地方的话呢该吃吃该喝喝对吧 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个的不单是这个问题 把把这个屠杀的帽子啊都已经扣到你头上了 这就说明这俄罗斯本身的这个他的这个家底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吧 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国家 你看其他那些敢跟这个美国叫板 那那那那些国家其实一个个的都被美国收拾的够呛嘛啊 俄罗斯已经是很有实力了啊 但是问题是他的家底啊也就才十分之一的中国 你要知道这个仗啊打到现在的话普京叫做经济实惠啊 但是就算是这样他其实损损失啊这个伤亡啊也是远远要大于所有人的预期啊 包括俄罗斯人自己自己的这个预期在内 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和这个美国和这个欧洲啊不停的给乌克兰援助有很大关系啊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其实他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现代化战争的实力 如果你是现代化的战争的话你首先情报能力对吧 首先你这个舆论媒体的这个你像信息战啊伪信息战啊反信息战啊 这个是三个不同的这个方面啊你要一定要有这个专门的针对性啊 这个针对性背后是什么呢就是钱啊俄罗斯呢就是没有钱啊 而且现在的话呢他整个的会比以前的钱更加缺钱 他其实缺的就是钱啊 中国的话呢跟俄罗斯不一样 所以我想说啊我们其实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没有俄罗斯的这种这个战略上的这个没有后顾之余的这种 禁地啊中国其实粮食没有那么多的啊 包括说能源也是要靠进口的他不像俄罗斯啊 中国倒不怕swift踢出去啊 有人敢把中国踢出去的话他自己也不想活了 对吧中国倒不怕这个 但是中国怕的是这种战略性的这个资源 如果真的要卡脖子的话 不要说卡脖子就给你一个缺口就够你受的了啊 但是中国不不一样的地方啊就在于说首先啊 这个这个我们对于台湾的这种这个战争的这个意义啊 是不一样的 当然有和平的可能性是最好 但是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太有这种可能性啊 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一定要尽一切的可能 把这个战争短平快的接触掉千万不要拖 只要越拖的话 以目前整个的国际的形式啊 因为话语权永远是在美国人手里面 对吧 他甚至可以利用不断的这种这个战争的这个延伸啊 制造很多的一些可能性 我就我就比如说说一个吧 他比如说自己也搞一个小型的炸弹 甚至是小型的核武器啊 战术性的小型的核武器 夸了一个炸弹一爆 然后也死了几百个人 然后整个的这个媒体夸了一波 就所有的这个脏水啊 往中国人身上一波 你怎么变啊 有人还在乎真相吗 就像今天这个事情一出 有人在乎真相吗 有人在乎的是什么啊 面对这个舆论上的这个新闻 我每个国家我自己该如何表态就完了 谁心里都明白 但是谁心里明白又怎么样呢 就是一样道理 唯一你不给他这个机会 就是你短平快 不管用什么方法 就是短平快 千万不要拖 一开始整个这个战争一开打 可以代价大一些 但是不要拖 越拖到最后 对中国是越不利 这是我个人那个观点啊 俄罗斯没有做到的事情 因为他的这个战争的意义不一样 他不能占领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就是一个占领之战 对吧 所以说 算是给中国有一个借鉴的意义啊 最后呢 我想说这个 舆论战啊 其实在我们身边是无处不在 你像那个 19年的香港的黑豹乱 对吧 当时就有很多的一些 这个漫天的一些假消息 然后呢 有一些各路各路的一些谣言 现在的这个味道的话呢 就这两天啊 就在上海的这个疫情期间高发的时候啊 又闻到了这个味道 各路的一些假消息又开始来了啊 有些人说 你不要说老是说什么 什么东西都是1450啊 这个那个啊 我从来没说什么都是1450 但是有没有 我就问你有没有吧 觉得没有的人 周六来和我连线吧 好吧 最后呢 我就不说了 还是这个希望中国能够早日的这个控制住这波疫情吧 目前的话呢 说句实话 对于我们之前这个辛辛苦苦的这个一路以来啊 这个做的抗议的努力啊 其实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任何任何的时候啊 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 你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 好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我频道边在下方告诉我您的想法 好 谢谢